中共三大金融監管部門 昨天同時宣布重磅的消息 包括近期向金融市場提供 一萬億元人民幣 民間認為中共再次大放水一萬億元 但是冰凍三戚非一日之鶴 新政策沒有辦法徹底解決問題 博士怎麼看呢? 我剛才也說了假動作巨多 比如說你五千億元的圈圈 其實他叫你去在市場拿資產出來 去抵押 抵押後再套錢出來 或者套債出來 套一些融資工具然後再進市 其實錢是基本上在銀行 在不同的市場 可能股市和其他貨幣或責任市場 在不同的機構之間 可能是圈箱 跟著是金融機構 包括銀行在內 即是資金融機構 即是資金融機構 即是如果你沒有額外新增的資金 其實那五千元是額度 即是一個限制 即不是真是一個新的資金 另外就是他這些股客 譬如之前也經常說 減息鋼盡又可以釋放幾個流動性 即是那些流動性 那時候不是鋼盡 就說弄半厘已經是幾多萬億了 即你想想如果幾多萬億 這麼容易弄出來的話 根本就不需要這五千億的圈門圈 其實整個所謂的額度是他推算出來 譬如說 息跌了 或者三條R減了之後 那些銀行可以有個potential 有個空間去放多幾多資金出來 那如果你真的借到盡的話 你當然是拿多這麼多資金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那些貸款沒有出路 即是銀行不想借出去 那你也有很多是有錢的 其實也沒有打算開新project去做投資 那不做事 不做事的時候就不跟銀行借 那你真是銀行門借的那些 全部都是等死的那些 借了不會還的 借了來填堵的 那些你也不會借給他 所以有的額度是沒有用的 有的額度也不會借 就算你減息也好 現在你便宜了4萬億 你便宜了4萬億 實際上優借不借呢 其實都未必 如果你明知那傢伙借了來 然後是走路的話 你也不會借給他 鬼鬼也不會借給他 不要說減4萬億 所以現在不是那一萬億的問題 那一萬億根本就是 你排面上看就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本身也不是大 因為你對比他現在 一百萬億的總共財務 其實是雞水這麼多零頭而已 何況他根本不是新增一個資金去做事 是 中共官方真的非常著感 因為又沒有錢 那一行明確就表態 要為金融市場創造良好環境 那怎樣減息下調的情況下 是調低這個利率呢 博士 就是減息下調這個利率呢 就是減息下調這個利率呢 就是這個金融市場的 就是 如果你說減息怎樣幫到市場創造良好環境呢 是 就是這個意思 你不是最多說那個資金成本便宜了 就是如果你資金成本便宜了 你對於想借錢的來說 它的借錢動機會大了 但是如果本身它不是想借錢的話 其實它一樣沒有動機走去借的嘛 你便宜了息率其實幫助不是很大 還有我們這麼耐見的經驗都是 通常的息口都要減兩三厘才有東西看的 這兩兩厘其實就很問水 就是那個效應是很marginal的 未必看得到東西 那如果你真的減兩三厘其實減光了 它現在都不是很高息而已 減光了它就差不多 但是它現在的問題都不是這個問題 就算你有那個叫做marginal的效果也好 就是幫到多少呢 因為有些根本它是資不抵債的 或者有很多都是這個情況 資不抵債你不會借給它 現在不是說你給便宜一點的借 等它熬過了會回到 你熬過了回到生意回來你就有得談 如果你回不到其實那條數借出去都是爛章來的 它那個核心的問題就是你用時間買空間 你給它拖 用一個便宜的顏色去拖 它拖到生意回來的大前提就是 那個供求要平衡到 就是譬如說你發展商那樣 你那些樓你那一刻賣不去 我給了三年你五年你是不是賣光了 其實就是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本身的供過於求的問題是嚴重的 就是供應過程是嚴重的 你我給了三年你五年你真的搞不定了 你三年五年你可以買這些東西回來 除非你突然間多了很多人 多了很多需求 但是現在不是這件事 就是你現在在說人口萎縮 你本身的東西是處於 以幾成或十字倍數過程的時候 你是沒有可能 就是靠一個周期的政策去解決問題 那央行是這麼急接救市 支持房地產方面是有什麼措施呢? 不是什麼的 它就是壓低一些息口 但是我剛才也說過了 就是你如果那個息口本身 就是都不是很高 現在你講的政策利率都是那三幾厘兩三厘 那你一隻U-curve都是兩三厘而已 那扶到東西的空間不會很大 就是整個問題是那個樓市是延伸得太快 你之前確診過量的時候 你現在第一肯定是有很多樓是剩下的 你其實拆了就差不多 就是毀滅了就差不多 當然毀滅了就等於很多人是 那個資產就歸零了 發來烏有 第二就是你確診過程 有很多地產商其實都是要死的 就是在這次裡面太過流強 就是你那些東西要減少供應 或者舒緩供過的需求 你首先就供應那裡就行 就是禁止地產商 就是有很多人沒什麼做 有很多人要收拾一本生意去 那這下其實它 理論上它都是在做的 不過問題就是幾快 還有那個程度有幾大 有幾大影響 因為你無可避免樓市出事的話 你會影響很多經濟環節 它現在其實不是很緊張樓市跌多少 或者夠不夠會 反而就是樓市散出來的那個影響 就是影響其他領域的那個位置是很厲害的 那個位置這麼厲害的那個程度 其實在以前的經驗都見過 香港也見過 美國也見過 日本也見過 那這些事情其實根本就不是央行做的 央行做的事情就是應對周期的誠稅 它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就算你當它是周期問題 也可以是一個長周期的問題 整個樓市只供了20年 然後你可能要花10年8歲去清理 那這些不是央行一般應對那些典型的周期 但是這些是短周期的東西 我們經驗見是應對不到長周期的問題 何況它的問題都不是小 就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是 沒錯 那深貨幣政策是怎樣去支持這個股市呢? 股市就老實說你又是一樣的 都是個過程的問題 太多那些股票 就是之前上那些九不八都上去 就去抽水 但是其實很多都是不見得人的東西 就是垃圾股 那些垃圾股其實就應該清光了 清光了 那你的市場就是... 就是為什麼市不升呢? 就是你太多股票太少錢 其實是不夠錢的 那你第一 你現在不是印銀子 不印銀子當然錢不會多了很多 第二就是說你要清掉垃圾股票 那當然那些股票 我不知道那些企業還有什麼 就是殭屍了 但是就是... 你看那麼多東西在這裡 那麼多蟹貨蟹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那個股民 或者基督投資者的新的購買力不會高的 就算你說那麼多東西也好 你說就是拿去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 你換完之後 你去回同一個板買買都是同一堆東西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沒有什麼興趣了 就跟你再玩下去 這個觀感或者這個認知已經是很多年了 A股已經是一個在三千上下 或者二、三千上下橫行了 我想十幾年了 就是2008開始到現在 十幾年已經是這樣的光景 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的有些很根本的改變 就是那句純粹出一些 騙人入市的政策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 就是股市那裡更加不見 你什麼招數 因為唇額度你換來換去 在股市那裡拿東西去抵押 抵押換回股市的話 其實我又不覺得那麼多人 會真的有興趣去做這件事 何況你現在就是 留價債務那個問題 已經是令很多有錢的人 最乖打狗的 就是禁壓力已經差了很多 所以始終是給不了一些實際的東西出來 那些人都很難做很多事情 是 中共央行就公佈了 做對經濟和股市的撤擊措施 希望擺脫這個通縮的困境 KC你怎麼認為呢 可不可以擺脫這個通縮呢 嗯 機會不是那麼大 因為它這次的措施很多是集中在那個 托股市啊 可能托樓市那裡 就是它有講消費那個領域的 但是就是什麼舊換身那些 它說而已 就是沒有新的錢到 始終不是說補貼一些人的消費的時候 就是那個消費量未必會那麼容易 就是它出完這堆刺激措施之後 就有它的作用了 而且整體來說 你那個需求真的要黃成 才可以夾高的價格 夾高的價格才有通脹 現在暫時就沒有看到它這堆措施 和夾價有什麼關係 就是說減息你擠些錢出來去消費 但是因為它現在減息的幅度不是那麼大 所以就是理論上就可以這麼說的 但實際上的效果就是土成而民 因為通常外面的那些減息都是 你在通縮的日子裡 你說如果要減息減到通縮消失 通常都有一個多大的幅度要減下去 還有不是馬上看到的效果 可能通縮也會維持一些日子 可能大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才會過去 類似的情況 其實香港以前試過 美國也試過 就是你要擺脫一個短暫通縮 你首先那個政策要很大手地做事 現在它又不是 還有很多時候政策做了之後 究竟它的效應是去了市場裡 比如說去金融市場裡的樓市 還是說去了實體經濟度 還是推高物價 就是事先不是太容易掌握到 你真的由市場決定的話 就是市場怎麼理解你這件事 然後跟著它有什麼反應的行為 其實可以每一次或者每個國家都不同的 你不敢包你做完之後 是不是會得到你意想的效果 還有說回頭 就是通縮都是有果的 你解決通縮不等於說一切問題 就隨之而解決 價格的供求決定 就是如果你與其說針對通縮 就不如說針對怎樣去帶回那個供求回來 那帶回那個供求回來 這個就已經不是說解決通縮 而是說那個內容的問題 對於中共的重磅救市 有分析就認為這個救市是有點遲的 那降息和降首富是要怎樣解決中國房地產的問題呢? 理論上就所有投資都可以跟那個息口扯上關係 但是實際上呢 因為你那個整個環境那個成衰是會對資產價格的影響 尤其是如果你的資產價格是跟經濟的灌溝度比較高 那就除了息口之外 大家對經濟前景的理解都是一個因素來的 那為什麼你很多時候看到減息不一定有個刺激效果 就是因為譬如你的資產價格跟經濟的灌溝度高 就像剛才說的 那它的樓價除了取決於那個息口之外 除了取決於整個經濟好不好 那往往我們觀察到那個數據就是 整體那個經濟成衰那個帶動的因素 在周期上是強於那個息口的 就是息口不是一個直接因素來的 息口不是每個人買樓要借錢 還有就是那個息口動了之後呢 它未必立刻是令到供樓那個受惠 還有息口動的幅度也都未必是很大 就是它說減四分一厘 你在香港聽到一些新聞的時候 都說可能供少一千幾百那種 就是那條數是小到不是說沒有影響 但是那個影響是不足為道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前景看不好 覺得樓價還會掉 如果你的樓價跌1% 你計算數就是那裡差多少 譬如你一個月供少一千幾百 就是兩條數怎麼秤呢 大家秤就會發現 息口的影響其實是不太大的 所以你說如果要在樓市那裡做一些刺激呢 因為本來講都不會這麼容易 就是唯有就是等那個樓價真的快些 有一個價格的調整 盡快回到一個所謂均衡價 那你再去推政策一個效果就會好些 但是現在你看到那個樓價其實還是 排面上是貴的 實際上我也不知道它跌多少 或者真的都跌了一個幅度在那裡 問題跌了一個幅度 那個幅度是不是真的夠清理那個過剩呢 這個又有一個問題 當你的樓價真的夠便宜也好 你的過剩其實也沒有解決的 你現在是建了很多那些多餘的樓 那些爛尾的那些 其實你最終就沒有人住的 它的價值價 它的長遠價值應該是歸零的 那麼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就 我如果對那些樓來講 其實它未必會會有敏感的 就是你就算怎麼減息都好 如果它真的終於是一個鬼城 它都是一個鬼城來的 不會幫到多少 你幫都是幫一些真的有market的那些樓 是 有分析就認為中國經濟問題沒有解 就是解決不了 那麼究竟會不會引發中國金融系統 徹底崩潰呢?博士 當然不會啦 它現在都不是真的拿真金融去救 因為看清楚一點 它所有的細節 就是它最勁抽的東西就是 債換債那個 就是勸勸勸那個 但是那個其實它講明 不會增加貨幣基礎 如果不是增加貨幣基礎 就是不是梁寬 它不是狂引銀子去救 其實它這次是像玩魔術的 就是做一些假動作去騙你 那些人就是入市 就是它一直都定性這個經濟 是一個市貨問題 是一個信心問題 它認為是你對市場 或者經濟的認知錯誤 所以信心不足 它要扭轉你的認知 就是它要做一些事情去騙你 但是當然實際上 我們看到遠遠不是這個問題 就是一個根本的供求問題 供給於剛才才要有今天這樣的下場 但是你看到它那個 對於供求的根本問題 它著墨不提 即是隻字不提 一路是沒有說的 就是它不承認那個問題的核心 那個本質 就是它內裡是不是知爲它的事 起碼它排面出來 它不認這件事 那導致它現在出來的政策 其實都是財忌居多 就是它出了一堆財忌出來 就去騙你入市 騙你入市 就短時間來 其實就可以 就是穩住它大局 鎮住大局 但是長遠來說 它是不是花多很多錢呢 你都要看一下 究竟它上不上身 如果它最終將那些爛帳 或者垃圾資產上身的話 最終那個政府是有機會爆煲的 就是你看到譬如西方那些 尤其是南美拉丁米的那一堆很厲害 很流行這樣做 但是它現在不上身 它馬上滾 它不上身的時候 它是有你死 你下面那些 就是自己破產自己撿的話 就是自己死 就是如果你說真的爆煲 就在爆 不過不是爆 那個政府的國家層面 它是爆了下面那一堆 下面那一堆 它不將那些東西 攬上身 不將它的債務向上轉帳的話 其實就是 你現在說距離那個崩潰就很遠了 就是它確保它自己的那個政權 它那個所謂最核心的體系 它是沒有什麼的 但是你下面 就是有那麼多工具 去救都沒有救的話 那下面那一堆就死了很多 那現在就是看你的問題怎麼問 你說如果那個系統的問題 暫時就局限在市場上 就不至於納到它的國家或者政權層面